歡迎繼續收聽映画春秋 剛才我們就說了尼古拉斯基治的一套翻山的作品 事實上雖然我們都把《彈治》的身材 列為《戲院床床必看》的電影 但是我自己其實第一套 《戲院床床必看》的電影 就不是《彈治》的電影 竟然 Grace,你是不是呢? 它會列第二的 因為我覺得很難得可以在香港看到 所以我就想看看 我們接著就說一套 看完之後我也不知道自己看了什麼的電影 這一套電影主演就是有陳漢娜 陳漢娜就是《艾鐵狗》裡面飾演的孟琳那位女演員 我覺得這個演員也挺特別的 那就是他有一些雀斑 他的樣子有一些楚楚可憐 但是他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氣質 他之前那幾套作品我也有看的 包括比較好的G殺 比較差的墮落花 維愛也一般 那這套戲的質素其實跟他的演技其實沒有必然關係 就是他交足功課的 只不過就是可能那個導演 就是他那個劇本有些事情搞亂了這樣 那這個不是他的責任來的 這一套戲如果你看那個Posa 二人小丁 你覺得是日本片 然後就找了一些香港演員來做 另外一個是澳門演員 那個是骨杯的劉爾奇 那我就沒看過他演出的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和全素行 飾演一個死神 蘇可先生其實來了香港很久了 十幾年了 他出道的時候我是有看的 那時候我這些骨灰級的雅線圍 我是有看過亞洲星光大陸的 那時候我記得羅旋蘇幸和另外兩個朋友 組合成一個叫JAC的組合 參加歌唱比賽 唱得很難聽的 但是因為他很難得是一個日本人 又會夾樂隊又會說廣東話 那我就有留意他 那之後蘇可先生就一直都在找機會 在香港 我不知道Thomas你那時候有沒有看 那條什麼變態超人 那時候我有看《優先場》 因為我很記得他找人家 就是穿著內褲那一套 是啊 他那時候傳媒優先場 他就特意找一個人 就穿著那套衣服 就是底褲超人那套衣服 就遊走在這個戲院裡 就是想著做一個宣傳 其實我認得那時候 那個就是梳可先生來的 就是和前訴行來的 之後其實一直陸陸續作 其實你也看到他開始有名了 又做《日雨大放鬆》 其實近期他比較出名是因為他有和阮小儀在電台節目裡做那個飲食節目的 然後之後他在有線 就是開電視有些節目 Viu也有一些主持節目 之後其實大家都開始認識到 有一個日本人說的普通話挺好的 那又什麼都做 很搞笑 所以這套戲我看到梳可先生是做個死神的 那我也想看看他正經演戲是什麼模樣呢 那所以這個 當然陳漢娜其實是主要入場原因 主要入場原因是陳漢娜 因為我看完IT就很喜歡他 但是梳可先生我也想看他的演出的 但是這套戲其實Alice也有問一個問題的 我想Thomas應該有做功課 其實這套戲是講日混合 還是日本片呢 這套應該是日本片來的 那這套戲首先就是在台灣 跟著就是在日本上過畫的 那是一套日本的獨立電影 那我導演就叫曾根光 那就是上田神二郎的一個御用的攝影師來的 那上田神二郎撿到的那三套作品 包括就是這個 《施殺片場》 這個《卡拉菲事務所》 和之後會上畫一套《找條人》 都是他做攝影的 那之後呢 曾根光呢 其實還有兩套作品會上畫的 那有一套要永遠的一分鐘 那就是講到有個鬼佬導演 就想拍一套有關三一一大地震的喜劇 然後跟著就被日本民眾狂插的一個故事來的 那這套戲呢 就說上田神二郎是做編劇的 那這套戲的興趣是比二人小丁更加大的 但是二人小丁其實挺有趣的 那其實我看完整套戲 雖然我和Thomas都是去到後半段 其實我覺得故事 因為他改編至《街村》 我沒有記錯《街村農之界》 《街村農之界》 《街村農之界》的一個短篇小說 或者有些人就說那套是話劇來的 那《街村農之界》是一個 日本很出名的一個小說家 當中有不少小說是被一些名道改編 包括《羅生門》 那你看他這樣排頭 你看那張圖片 你看那個故事內容 你覺得這套應該是一些很文藝的一些 有一些文青的感覺 他開頭是很好的 開頭他都正常的 我覺得剪接是有點混亂之外 還有他那個 還有他那套戲的前節是有點問題的 但是這些都不算很大問題 那這套戲我覺得為什麼剪接有問題呢 那個故事就是講到有兩個小丁 兩個黎小丁 其實小丁這個名字其實都是 原本那個小說的名字都是叫小丁的 那兩個女生都是 首先死神就找到陳漢娜飾演的那位黎小丁 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 陳漢娜就跟那位死神搭上了那個吐氣 是沒有解釋任何原因的 你只是說那是情侶來的 一開波已經是情侶來的 還有陳漢娜 開頭就說到他被人追溯 那條彈傘又不知道為什麼突然爆出來的 開頭就是何超異客串的 就跳了下來 那說他害死他媽媽 我想了很久 何超爺你媽媽沒事吧 大哥你姐姐都好一點 那不要管了 但是那條彈傘不會做起這個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總之就是一條人不斷 你會在這套戲的前、中、後 是會出現的 那這個不是一個主題 但是其實那些設定是很奇怪的 其實那個故事呢 如果你看彈界是很吸引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呢 拍出來就很奇怪 這套戲開頭呢 他的畫面右上角有打日子的 那他就剪到 好像是那個死神 就同時認識了兩個 黎小丁的 我是有這樣的感覺 我是有點混亂的 跟那套戲的介紹有點不同 那當然他 去到最後他糾正了 我原來他認識了陳漢娜 然後 才因為 因為他想整死陳漢娜 然後呢 陳漢娜就說 我有了你骨肉 那 然後死陳就找另一個 黎小丁來 去拿他的命 那 那個刺激應該是這樣 但是他的剪刀好像就剪到不是 好像這樣的 還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就是 為什麼陳漢娜會認識到 另一個跟他同年同姓同年同的 新的黎小丁呢 原分 我可以答你 緣分 沒有了 這些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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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究 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原裝的原住是這樣 就是說 有兩個 同名同姓同年同月同一生的女生 都 認識上 做了朋友 那 我覺得這個我可以接受的 其實 這件事我也覺得OK 那你說剪接那裡 其實我也覺得是有點亂 就是最初看什麼事 其實我覺得可能是玩風格 就是 但是好像 很神秘 原來最後剪了給你看 其實他們是 那次序是這樣的 但是其實我 對於上面那些號碼 就是 日期呢 我是覺得 沒什麼意思的 沒什麼意思的 所以可以不用理會的 你看的時候 那你一開始有沙石 那樣 我斷定得順 那其實我 我一開始我就當 我記不記得ViuTV有一套音樂電影呢 就是 陳卓賢和姜濤 兩個飾演死神 然後想拿 拿一個女生的命 那個挺好看的 我有看的 我當是一個這樣一個風格去看 頭半段都還可以的 但是去到中間發覺開始就 劇情開始就越來越離譜了 那就 步走 第一個步走 第一個步走位呢 就是講到 就是 陳漢娜那個老闆 那就 就想找他 來做一個 project的一個負責人 找兩個 就是他在公司 找兩個美女 就要做一個 project的負責人 那就要隨便選一個 那那個男演員呢 就叫做王 是不是叫王凱傑啊 就是王錦生 和趙雅芝的兒子呢 原來這麼有內套的星二代來的 對 星二代來的 因為他不懂得演戲 所以我也記得的 那這個呢 他 因為我看過的時候 這些我又要看 我又說說 陳幾何時ViuTV 是一套劇叫熟女強人的 難看起來媽媽都不認得 那就是有一場就是說 他和他父親 飾演的角色 真是他父親 他和王錦生 神經病 就去掌握吳家圍 整件事是神經病 然後我已經覺得 這傢伙完全不懂得演戲 然後呢 誰知道這套劇 我又見到他 這個 不懂得演戲 算了 我引你了 即是獨立製作沒有錢 對不對 要錄引擎卡這些東西 不要緊 但是Thomas 你可以說 之後那個情緒更神經病 我知道這套劇是沒有 他沒有錢拍的 所以他很多東西都是就著就著的 例如說他找一個工廠大廈的單位 來做一個住宅 那是犯法的 我們這些熟的香港人當然知道不可以這樣 但是他又沒有做一些事情來遮掩 那些瑕疵 你不要拍著工廠大廈的門 住宅的門 怎麼會這樣 還有一些事情就是 可能是 導演他自己本身 他想拍到茶餐廳 就這樣 就加了一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 你有沒有見到茶餐廳 是貼滿了所有王家衛電影的海報的 那間不是茶餐廳 那麼簡單 那間在荃灣沙咀裡 間間叫牛爛牛雜麵 頂你那塊 不是車仔麵 我說錯了 不是車仔麵 它簡直是粗粉麵 就是牛腩麵 雲吞麵 那些店舖 還要是舊路 是舊式那些 那些舊式店舖上面 是貼了王家衛的劇 那些poster 還有那些市櫻呢 是乾淨的 乾淨之餘呢 還會有名字的 大哥 你猜這裡是日本呢 酒店名牌 酒店的貝心加酒店的名牌 是啊 是啊 就是整件事是違和感 是太重了 大概 OK 我原諒你了 我算了 日本人的風格 就是日本人看香港那些奇怪的視角 我也忍你了 但是你待會 阿托文仔提及 黃海杰 進去挑選 那個 project manager 那個 那個過程 實在太離奇了 你一定要說這個 太好笑了 是不是實在 他又上了一間 二樓的賓館 不是酒店 他套戲好像是講酒店的 但是那間很明顯不是酒店來的 我看過其實是那些二樓賓館來的 就是那些給那些二三百元一晚的那些被人搏東西的房間來的 這個 007裡面周星馳去過那間勵精大賓館的感覺來的 大哥 大哥 如果你老闆 就是你想哄一些女兒上床 你不要這麼度縮 真的 我覺得有時候有些製作上有些製紮 那你將價就課 我覺得 我 我也算是這樣 容忍 獨立製作 但是 你度縮到這樣 我覺得又似乎你是 你是破壞到那個劇情 那我覺得又有些 又真的太過份了 那你真的訂一間酒店 你訂一個星期 那你也不會花很多錢 甚至乎 我有看過的資料就是 說到那個導演 就是 在這個 在這個撕殺片場宣傳的時候 他就找了陳漢南做Casting 那麼陳漢南就說他拍了一個星期 那你訂一間酒店房訂一個星期都不好 只要訂一些四星級酒店 那也好 那也好 那也好幾千元而已 你現在明顯是禮貞大賓館 大哥 他還要在禮貞大賓館上 喝白酒 好神經病 他還有一些情節很大 就說你脫衣服 這是什麼情節 這些是AV的情節 是 他還要配合黃凱傑 不懂得做 那種感覺 就是他在搖著一杯白酒 然後 好 我現在 他不夠大膽 我們做這個project 一定要大膽 所以你脫衣服 然後我想 刺那是 大哥 高層任何來的 你還要禮貞大賓館 你給我一隻酒 大哥 但是 他的故事發展不是這樣的 就是一個這麼度縮的老闆 就是在禮貞大賓館和你開房 他為了一個project manager 我也是那句 我容忍你工廈做高級寫字樓 就是因為我覺得整件事太明顯 是一間接接工廈來的 不是漂亮的 我想跟你說現在的工廈很漂亮的 是啊 那間工廈是類似這個 官圖工業大廈的感覺 大哥 那間真的是工廠大廈來的 不是工業大廈 那麼簡單 是工廠大廈來的 然後你再加上這個禮貞大賓館選票 整件事是 為禍的 我真的不能夠接受 他在那間賓館搖酒 大哥 他不是喝那些很漂亮的酒杯 然後有些白酒倒進去 在禮貞大賓館搖酒杯 你覺得是神經病 你覺得是 其實我在那裡 我已經開始忍不住了 很想笑 但是奈何那場的觀眾很怪 竟然是沒有人笑 就是我不能夠 這麼騷擾其他人 我唯有 馬底後臨刺線的 大哥 你沒有錢也不要這樣 那時候還沒有這個隔離 因為其實還沒有COVID 這個是一百年 是不是一百年還是一九年拍的 這部電影是 大概這個時間 是啊 那時候還沒有隔離酒店 其實真的好像你所說 你善良訂一間四五星都好 大哥 你現在擺明是一間很小的賓館 那張床有個小 四五星啊 你訂銀礦灣那間酒店不行 這個真的很離譜 你會令到日本觀眾覺得香港那些酒店 原來是一間賓館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日本人他看香港 他很喜歡那些廟街的那些 黃甘甘的那些景 我看電影看電影其實是不差的 他拍到電影其實是有效果的 他的造型其實也不差的 我看電影看電影的效果 是有點像看日滿島江的那首 但是因為海山樓大家都知道 其實應該是不給在裡面拍的 那他就找了工廠大廈放在他家裡 我頂在裡面 我們看就覺得 喂 明明是海山樓 變了公草大廈 那他應該不要拍到門了 是啊 他的門太明顯了 那這個 這個已經是神經病了 一開始暴走 道具神經病而已 首先有一段就是講到 陳寒人因為他要掩飾他自己 沒有大肚這個事實 然後他就不停地找人上床 那段我覺得是神經病的 為什麼他要拿 馬尾那首歌來做配樂 他的配樂又很奇怪 待會說完結尾那首歌也是神經病的 那段陳寒人就交足功課 但是很明顯他那個 風情跟他原先 那些劇情是完全不合適的 你是不會猜到陳漢娜 飾演那個黎小丁 會是這樣做了一條雞的 是 他是跟全公司 他正是連後巷黑衣都不放過 我只是覺得那個 神經病 然後他是不斷跟全公司 甚至是連阿伯都上了床 他拍過一段 他配合馬會的音樂 我真的覺得什麼 大哥 他還要是有點快鏡 神經病 神經病 更活該 就是阿伯都發覺他做了一件事 然後說 你好髒 我不要你 大哥 真的是 小學雞 總之最後他發現自己是不能夠大土 這一段完了就算了 但是後面又繼續瘋 例如是說那個另外一個黎小丁 他最初呢 他給你的感覺是兩個黎小丁 一個是比較公利的 因為他的出身的那個 背景的問題 另外一個黎小丁呢 他就是很希望成為一個無敵 但是他很純品很可愛的 那麼他的設定是這樣 但是呢 到了他另外 他覺得是劉爾林還是劉爾琦 那個女生 我不太認識他 他做那個黎小丁呢 他到後面呢 又走了樣子了 就是又暴走 他不算暴走 那個濕溝攝影師暴走而已 我覺得是 那個攝影師 我是頂的 那裡又是一個笑話來的 那個攝影師的演技是可以拿影帝的 不過是金草莓英帝 其實呢 飾演攝影師的那個就是Ben Sir 就是歐陽偉豪 那他完全是超級overact 都很誇張 即他是飾演一個很有名的攝影師 然後呢 就發現了 原來這個黎小丁呢 就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然後呢 他又是將他據為己有 好像很AV的頂尼程子 然後呢 就禁錮他 就令他成為 他的御用無特兒 他最初不是御用無特兒 頂你的肺 他用什麼 靈感女神 靈感女神 英文叫Moose的 謀斯女神 謀斯女神 然後就把他禁錮 直到他人倒珠王才放他走 即是很神經 但是他這個過程固然是有點神經 但是阿Ben Sir的演繹呢 亦都令到你呢 感到非常之煩厭 還有覺得你完美 大哥 我不想看你演繹 那個感覺 其實這個我覺得呢 他不是一個專業演員來的 其實阿Ben Sir他不是一個專業演員 但是作為導演 其實你一定要去撿他的 撿他的樣子 但是我 如果我關乎他前段的步驟程 其實呢 我覺得可能導演 就是想要這個效果 因為他的配合 感覺就是 好像想你看些 很混淆的東西 是很混淆的 還是很混淆的 蔡馬那首音樂 你片尾那首 LUNDEN EXPLORING DOWN 那首音樂 你片尾應該播出這樣的音樂 你想我懂什麼呢 還要播出十幾節出來 我都不懂唱那些 很奇怪 我是透氣了86分鐘的 但是他取景 我就算了 我當你是一個日本人 在香港那個 那個嗜好 那個喜好 那個品味 當然你是做一個香港人 你看完之後 你覺得找什麼料啊大哥 真是很奇怪啊大哥 不會發生在香港 那好像我們所說 其實日本人是非常之 迷戀於這個九龍城寨的 就是香港就是九龍城寨 還有很多的危行光管 而他不知道現在屋裡已經拆掉了 所以他很努力去找一些很舊的地方 例如海山林 廟街 沙槌 牛雜麵店 還有 我沒有看錯 好像有這個 荔枝角的寧欄 摺風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裡 可以有人跳樓 跳樓下來 然後掉到水裡 我覺得很神奇 因為那個位置 如果我們認得一個地位 他只是美孚新村 還有來九龍城這麼遠 是沒有可能有一個人 在一個堂樓跳下來 然後掉到水裡這麼優美 那這些可能是喜好問題 但是他的前半段 其實是有些沙石 但是都是正常的程序 但是後面是黏了線 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上 不會收尾的 或者這些真的是他那些風格 是品味問題 去到後面其實看到 我和你都是那個感覺 我看了什麼東西 那個尾 其實他的尾 是可以收得好一點的 他的尾 其實是 我真的很難 我還要說那兩個女孩 變了55歲的樣子 老人莊又嚇死人 我當你沒錢 沒錢 老人莊 我看到 劉爾林是有一個 有一個 很可憐的 花得很厚 有些皮 應該黏不住 然後就走出來 這些很奇怪的情節 其實是不斷在這部戲裡面出現 然後你又看到很粗糙的 整件事 我看的時候 不幸好我給了55元 都OK 就是看一套旗片 當然是 是不是台北物語 那時候你看台北物語 是不是在類似這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導演 他認真去拍一套 他自己覺得很好看的戲 但是我們看下去 就變成一套8加1的戲 我有上網找 有些人 他真的寫評價 有個演員叫江力彩牙 不知道你認不認識 我認識 我聽過他的名字 那他就說 他看這套戲的評價 遵從或對抗命運的安排 或沒有所謂的正確或錯誤 我們應該要相信 重視什麼去活 如果是自己決定的 就不會想威咎級別人 所以我們要決定自己的去路 並帶給周圍的人幸福 我遇上一部打從我心底 如果你看這套戲 故事大綱 其實是真的在說這件事 但是 他處理劇本的手法 例如說 你改編那個情節 他跟香港的環境 其實真的相差得太遠了 所以 他是認真 他在做一件設事 其實 The Room也是在做這件事 他很認真 其實你看這套二人小丁 他真的很認真 你是感覺到 導演並不是狗拍的 他真的認真地拍的 但拍出來 整件事就錯了 所有東西都很多 很多錯了的東西 台北物語都是這樣的 那隻狗會閉三聲 那隻圖子狗 類似那些荒謬情節 其實在二人小丁 是不斷出現的 其實是 如果那些外國人看這套戲 可能你不會 看到那麽多錯誤出來的 那可能就會 感受會好少少的 但是對於一個香港人 你看到一個香港的環境 就是你 你看到種種 那麽多很違和的設定 你就看完之後 你就會覺得很好笑 就是說你新聞報道 怎會報道一個 無故而因公受傷的 我就未見過這樣的新聞報道了 我覺得呢 她的新聞報道是什麽呢 就是無故而不知為什麽 死了 感受會不會有 就是至於離奇死亡 那些呢 她就會報 那 其實還有呢 她說的 賓津龍 只是故意在日本 飛過來客串 那兩個角色 我以為她是下一個死神 原來不是 真的來吃麵 坐在那裡 什麼事啊 她是剛好在香港做事 然後來客串 不是啊 她真的特地飛過來客串的 我不知道為什麽 她是不是騙旅遊啊 騙機會來旅遊啊 我以為她的角色有些特別的設定 撐她的廢話 就是她年輕來吃麵 老了又來吃麵 沒有了 就是命運抗衡 什麼事啊 她也不知道 她其實呢 因為我自問呢 都看不少很奇怪的日本片 例如 懶得藝術性很厲害 但是拍到滿了 睡覺的那些 但是這一套呢 這一類型呢 就是很風格化 但是有很傻的戲 我很少看到的 其實是 即是你那些傻的情節 是令你出氣的嘛 是啊 很奇怪 最主要就是因為她一套日本片 但是她講廣東話 還有她是 取經在香港的 還有呢 我想問 為什麽她的烤背 是會英文字幕 她是沒有中文字幕的 是全英文字幕來的 這套戲是 那些英文字幕呢 還要鬼蠻大的 那些英文是 即是她的烤背 應該是給那些影展 參展的烤背來的 我看那些字幕是齒類的 即是如果你看亞洲電影節 有很多 給英文字幕的嘛 字幕大概是這樣的 是的 由於我們香港觀眾 平時看電影 都一定會追字幕的 那所以呢 看這套戲 就會有另一個感受 你就要很留心聽 那些演員講的對白 尤其是那個日本議員 幸好 那那個日本演員的對白 我覺得比葉山豪好 是 蘇可他講得很好 那所以聽對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至於為什麼他會弄個這樣的烤背 那很明顯就是 他沒有錢弄個中文的烤背出來 一切 一切的原因就是因為窮 那所以呢 大家留意一下 宣傳都沒有 這套戲真的沒有宣傳的 因為窮 那他有的照片 那當然是去看 對不對 當然難得有這樣的奇片 我可能不是當它是奇片 而是當它是文藝片 其實我知道那套戲有些 那幾天之前呢 有講開的 跟一些朋友 就是熟悉電影的朋友 他已經告訴我 就是因為有些台灣的朋友看了 就說 那套戲有些 就是他很有厚度 他只是說 那套戲好像一般的 那可能台灣 台灣人看不到 有些很奇怪的香港的東西 我們很熟悉 就是很熟悉香港的地方的事 那我們當然會看得到 哇 什麼了不起啊 大佬 這麼奇特的東西 但是 我沒想到是這麼奇 就是整套戲奇到 咦 就是你 就是去到後面是 神經病了 然後在想 你怎麼收 其實你的美照怎麼收 其實每一次都是 我以為完的時候 它都還沒完 就是 所以我沒想到會有 這個55歲兩個女主角的 絕裂的老年化妝會出現在 那個畫面 你也知道 正常來說 你應該說到那個死神 被陳鶴岸堆壞了就完 了嘛 是啊 我覺得那裡是原理的 英凡人搞那麼多事情了 那你說那個 55歲那個 那兩個主角 其實他想做一件事就是 說到 他想堆壞那兩個壞人的嘛 是啊 然後一來 那兩個壞人 二來那兩個女主角 其實是不死的 怎麼都死不去 其實這個是一個 就是好像那時候我們看 飛月長生那個 那個 詛咒 就是說你想長生 不老可以 不過你會很痛苦 你現在 但我又覺得他不是 他顯示不了那個痛苦 我只看到顯示是一堆奇怪的東西 那你還有電影給播 《輪廓鎖墜壺才地裏》 那你想怎樣 哈哈 就是你告訴我 你是拍了一部吸音 哈哈哈 他還有很多 很多段 但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場的人 他真的坐著去看所有契制 所有契制 我還有街坊戲院 什麼Numan cinema 在葵聰 局要來地鐵站 11K的地方 才可以去到的戲院 但是那些人是看完那些 credit 的 即是你說那個死神 即是他會撐一些 Lunder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的口哨 但是你撐被播那個 Lunder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是歡樂版來的 是不同唱遊版來的 是啊 很歡欣 其實他就算馬會那裏 馬會的主題曲 那裏 然後你都會覺得很歡欣 但是明明那個畫面在搬東西 神經病的 我以為在看那些八九十年代 那些絕劣三級片以為很好笑 但是其實不好笑的那些感覺 雖然我們講了這麼多奇麗的東西 但是其實我覺得Socco先生那個死神造型 其實都挺有心思的 其實那個造型是挺好看的 當然你如果大家大行有一個人穿到這樣 你當然會覺得他神經病的 但是這個我不深究 其實他有些細節的東西 如果他有心臟其實做得挺好看的 好像剛剛我們講 其實開波河超而跳樓 那組鏡球是挺好看的 他領完便當 然後套氣就開始 是這樣 是啊 之後就開始很奇怪了 所以我覺得陳漢娜很偉大 陳漢娜是一個好演員 她真的是一個好演員 她真的是一個好演員 這些奇怪的劇本 她都可以演得這麼好 其實她真的演得很好的 我很喜歡她 好不可以下次不要再接這麼奇怪的戲 可能她看到她的日本片 真的很難得 因為其實陳漢娜她是在 她很初她是在日本做模特兒的 但是因為她 你也知道日本的競爭 大家想她是一個外國人 其實都很難找到 所以她之後才回到香港發展 所以其實她 她拍本片我又不覺得很奇怪的 但是 嗯 是不是她拍完之後 會發覺自己是糟糕呢 會 我覺得如果那個劇本 你寫好之後 你找一個香港人來 去撿一撿那個劇本 那可能就沒有那麼多問題了 是啊 她有些對白 其實我想有演員自己都會撿回來 那其實我們說回演員 三個主角 其實三個主角都不差的 不過我覺得都是因為那個劇本很奇怪了 令到整件事就變得 混淆了 不是混淆了 整套戲變得很 很笑 你覺得這是什麼來的 你主要演員演出沒有問題 但是 那兩個失控的配角就破壞了整套戲 那這個很可惜 是啊 真的 真的 一頭中間和尾 真的很難看 我們唯有歸咎 我們要歸咎這件事 就是導演的品味問題 我不知道她下一部 看回日本拍 可能會比較熟悉她自己當地的文化 還有沒有那麼多日本人對香港的幻想 我覺得會好些 拍回她自己熟悉的題材就會好些 還有那個拍檔拍檔了很多次 有些什麼事都應該察覺到的 雖然在第三部 叫什麼 香港現在暫時譯了我的名字很奇怪 找一條L那個行不行 那個很明顯是Gimmick來的 很明顯就是想測試一下電檢柱的底線 我相信一定過不了的 一定沒有的 電檢柱的底線是去到腳欄的 你不會是非常緊的 你不用想的 所以 但是作為一套奇典其實都 挺過癮的 你進去看一套奇怪的戲 我挺喜歡她的圖片 說真的她的圖片是拍得挺漂亮的 但是 完全跟你進去看那個 tone 都是我覺得 一開始是很正常 去到中間 步走完之後 其實一路都黏到尾了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觀影經驗 我們真的牽手戲的文化 這些戲我們 照給錢 我們是給錢的 我們兩個都給錢 入場看的 不是 應該她窮到這樣 應該有先場都開不了的 那 OK 有時候進去看一些奇怪的戲都挺開心的 好像我跟你都說得挺開心的 因為尤其是她的這麼荒謬的成績 我也想不到 她想到 好東西的 好 那這套戲就說到這裡 那 下個禮拜有蝙蝠俠 有這個 武處安心 那兩套戲都一定入場看的 另外 就是 Netflix有一套巨獻 就是金獄365天的第二集 好 那下個禮拜其實也挺多戲看的 我想大家主意力去Batman那裡 好 我們下個禮拜再說戲 拜拜 拜拜